这这三体网友的聚会地点是一处僻静的小咖啡厅 在汪淼的印象中 这个时代的游戏网友聚会都是人数众多的热闹盛会 但这次来的连自己在内也只有七个人 而那六位同自己一样 不论怎么看都不像游戏爱好者 比较年轻的只有两位 另外三位包括一位女士 都是中年人 还有一个老者 看上去有六七十岁了 汪淼本以为大家一见面就会对三体展开热烈的讨论 但线下发现自己想错了 三体那诡异而深远的内涵 已对其参与者产生了很深的心理影响 使得每个人包括汪淼自己 都很难轻易谈起他 大家只是简单地相互做了自我介绍 那位老者掏出一只很精致的烟斗 装上烟丝抽了起来 都到墙边去欣赏墙上的油画 其他人则静坐着等待聚会组织者的到来 他们都来得早了 其实这六个人中 汪淼有两个已经认识 那位赫发童颜的老者 是一位著名学人 以给东方哲学赋予现代科学内涵而闻名 那位穿着怪异的女士是著名作家 是少见的风格前卫却拥有众多读者的小说家 她写的书从哪一页开始看都行 其他四位 两名中年人 一位是国内最大软体公司的副总裁 穿着朴素随意 丝毫看不出来 另一位是国家电力公司的高层领导 两名年轻人 一位是国内大媒体的记者 另一位是在学的理科博士生 汪淼现下意识到 三体的玩家可能相当一部分 是他们这样的社会精英 聚会的组织者很快来了 汪淼见到他 心跳骤然加快 这人竟是潘寒 杀死申于飞的头号嫌疑人 他悄悄掏出手机 在桌下给大使发短信 呵呵 大家来得真早 潘寒轻松地打着招呼 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一改往常在媒体上 那副脏兮兮的流浪汉模样 西装革履 显得风度翩翩 你们和我想象的差不多 都是精英人士 三体就是为你们这样的阶层准备的 他的内涵和意境 常人难以理解 玩他所需要的知识 其层次之高 内容之深 也是常人不可能具备的 汪淼的短信已经发出 见到潘寒 在西城区云河咖啡馆 潘寒接着说 在座的各位都是三体的优秀玩家 成绩最好 也都很投入 我相信三体成为你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那位年轻的博士生说 我是从孙子的电脑 不偶然看到他的 老哲学家敲着烟斗饼说 年轻人玩了几下就放弃了 说太深奥 我却被他吸引 那深邃的内涵 诡异恐怖又充满美感的意境 逻辑严密的世界设定 隐藏在简洁表象下 海量的讯息和精确的细节 都令我们抓迷 包括汪淼在内的几位网友 都连连点头 这时汪淼收到了大使回的短信 我们也看到他了 没事 该干什么干什么 注意 在他们面前 你要尽量表现得极端些 但不要太过了 那样装不像 是的 女作家点头赞同 从文学角度看 三体也是卓越的 那203轮文明的兴衰 真是一首首精美的史诗 他提到203轮文明 而汪淼经历的是191轮 这让汪淼再次确信了一点 三体对每个玩家 都有一个独立的进程 我对现实世界真有些厌倦了 三体已成为我的第二现实 年轻的记者说 是吗 潘涵很有兴趣地插问一句 我也是与三体相比 现实是那么的平庸和低俗 IT副总裁说 可惜啊 只是个游戏 国电公司领导说 很好 潘涵点点头 汪淼注意到他眼中 放出兴奋的光来 有一个问题 我想是我们大家都渴望知道的 汪淼说 我知道是什么 不过你问吧 潘涵说 三体仅仅是个游戏吗 网友们纷纷点头 显然这也是他们急切想问的 潘涵站起来 郑重地说 三体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在哪里 几个网友异口同声地问 潘涵坐下沉默良久才开口 有些问题我能够回答 有些不能 但如果各位与三体世界有缘 总有一天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 那么 游戏中是否表现了三体世界的某些真实成分呢 记者问 首先 在很多轮文明中 三体人的脱水功能是真实的 为了应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 他们随时可以将自己体内的水分完全排出 变成干燥的纤维状物体 以躲过完全不适合生存的恶劣气候 三体人是什么样子的 潘涵摇摇头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每一轮文明中 三体人的外形都完全不同 另外 游戏中还反映了一个三体世界中的真实存在 人列计算机 哈 我觉得那是最不真实的 IT副总裁说 我用公司的上百名员工 进行过一个简单的测试 即使这想法真能实现 人列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可能比一个人的手工计算都慢 潘涵露出神秘的笑容说 不错 但假如构成计算机的三千万个士兵 每个人在一秒钟内可以挥动黑白小旗十万次 汇流牌上的轻骑兵的奔跑速度是几倍因素 甚至更快 结果就不一样了 你们刚才问过三体人的外形 据一些迹象推测 构成人列计算机的三体人 外表可能覆盖着一层全反射镜面 这种镜面可能是为了在恶劣的日照条件下生存而进化出来的 镜面可以变化出各种形状 它们之间就透过镜面聚焦的光线来交流 这种光线语言讯息传输的速度是很快的 这就是人列计算机得以存在的基础 当然 这仍是一台效率很低的机器 它们提供一个熟悉的环境 真实的三体世界 与游戏中的差别很大 但其中三颗太阳的存在是真实的 这是三体世界自然架构的基础 开发这个游戏肯定花费了很大的力量 但它的目的显然不是盈利 IT副总裁说 三体游戏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为了聚集起我们这样志同道合的人 潘涵说 什么志和什么道呢? 汪淼问 但玄机有些后悔 仔细想着自己的问题 是否露出了些许的敌意 这个问题果然令潘涵沉默下来 他用意味深长的目光 将在座的每个人逐个打量了一遍 轻轻地说 如果三体文明要进入人类世界 你们是什么态度? 我很高兴 年轻的记者首先打破沉默说 这些年看到的事 让我对人类已经失望了 人类社会已经无力进行自我完善 需要一个外部力量的介入 同意 女作家大声说 她很激动 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 发泄某种东西的机会 人类是什么? 多丑恶的东西 我上半生 一直在用文学这把解剖刀 来揭露这种丑恶 线下连这种揭露都厌倦了 我向往着三体文明 能把真正的美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潘涵没有说话 那种兴奋的光芒 又在双眼中亮起来 老哲学家挥着已经熄灭的烟斗 一脸严肃地说 让我们来稍微深入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你们对阿兹特克文明有什么印象? 黑暗而雪星 丛林中阴森的火光照耀着鲜血流淌的金字塔 这就是我对他的印象 女作家说 哲学家点点头 很好 那么想象一下 假如后来没有西班牙人的介入 这个文明会对人类历史产生什么影响? 你这是颠倒黑白 IT副总裁指着哲学家说 那时入侵美洲的西班牙人不过是强盗和凶手 就算如此 他们至少制止了下面事情的发生 阿兹特克无限制地发展 把美洲变成一个血腥和黑暗的庞大帝国 那时美洲和全人类的民主和文明时代 就要更晚些到来 甚至根本就不会出现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之处 不管三体文明是什么样子 他们的到来对病入膏肓的人类文明总是个福音 可您想过没有 阿兹特克文明最后被西方入侵者毁灭了 国电公司领导说 同时环视了一下四周 仿佛是第一眼见到这些人 这里的思想很危险 是深刻 博士生举起一根手指说 同时对哲学家连连点头 我也有这个想法 但不知道如何表达 您说得太好了 一阵沉默后 潘涵转向汪瑶 他们六人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您呢? 我站在他们一边 汪苗直指记者和哲学家等人说 言多必失 他只是简单地回答这一句 很好 潘涵说着 转向了IT副总裁和国电公司领导 你们二位已经不适合这场聚会了 也不适合继续玩三体游戏 你们的ID将被注销 下面请你们离开 谢谢你们的到来 请 两人站起身来对视一下 又困惑地看看周遭 转身走出门去 潘涵向剩下的五个人伸出手来 挨个与他们紧紧握手 最后庄严地说 我们是同志了 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的按钮 用户看 柄 鞋